我的瓦卡是一名游戏穿越者 兄弟们 躺平法语连击模式终于上线了 看到这里逐渐面的开始连击抢先版媒 目前只有创建房间和加入房间 匹配模式还没有开放 那好不容易开了连击模式 当然得先和我的粉丝们一起连击啦 我早就想当猎目者抓粉丝了 先创建个房间啊 然后邀请群里的小伙伴 可以啊 这么快就满人了 那咱们这期视频老规矩啊 常点赞充个万 下期更新绝不慢 不点赞的小伙伴 我可要操纵略模者 亲自去你家敲门了哈 臭不要脸 这局我们竟然随地到了冰雪地图 先观察一下粉丝们的位置 这怎么一进来就有人退了呢 难道是我的压迫感太强了 发现目标 放心我最疼粉丝了 肯定会很温柔的 我信你个鬼 我来 大哥你床才一级 一上来就升级炮台 是想把我早点干掉啊 对对对 我警告你啊 不要那么转 转办法吗 太怕 哎呀 可以啊 这届粉丝确实能处 一个人是真的想揍我呀 回家起啊 也能换个目标 好家伙 这边这俩粉丝是结盟了吗 这个位置等到后期 我挠哪一个门 另一个都能一起打我 必须得早点把他们解决掉啊 打我笨蛋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哎呀 今天你就见到了 搞心态我这个人 哎呀 非常的恶心 快走 哎 右边可以通过消耗猎梦者碎片 获得一件装备 不过只能使用一次啊 先来看看装备有啥 木盔和木锤 那我肯定选择攻击更高的木锤了 这有了装备 你还怎么打呀 有真心啊 臭弟弟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把我逮住了 打我笨蛋 啊 战役涌上来了 玩兔子了 哎 刚刚被淘汰的人提示变成了猖鬼 又帮手 那就简单了 小猫 别小猫 啊 我是回我刚刚说的话啊 哎哎哎 这俩人什么情况 发育的这么猛烈吗 我还没靠近就快没血了呀 打他 打他 救小 你们救小 不要再打呀 太难了 哎呀 我的粉丝一个个下手确实挺狠的 这局回到正常地图了 经过上一局失败 我也是摸清了粉丝们的发育套路 那就是前期疯狂见到炮台 那我要做的就是啊 前期尽快把人淘汰掉 开局先来拿个装备啊 运气不错 一上来就有输 秒升二级 那我们可要动手了啊 锁定目标就是你了 你是不是暗恋我啊 翻起水油的哈斯 这门应该不会升级了吧 哎呦 这么牛逼 这局怎么回事 疯狂掉装备啊 再拿个小木刀 我又来了 我打你妈买灰 啊 战役涌上来了 正式狂暴一起开 这门我看你怎么守 一出门我就感觉我 仙气飘飘 哎呀 烦得一瓶 哪来吧你 这局粉丝还是很贴心啊 直接变成猖鬼来帮我 救命 救命 这五级铁门肯定是挡不住我们两个人的啦 还可以将你分短了吗 别别别离我远一点 下手这么快的嘛 最终在粉丝和我的骑心协力下 我们直接组建了一个猖鬼军团 向最后一名粉丝发起进攻 打他 打他 不可以 别 哎呀这场景我都不忍心下手了 玩犊子啦 我简直太快乐了呀 这么多猎猫者一起进攻 估计这位粉丝今晚睡觉做梦都是猎猫者在挠门啊 我感觉好极了 后面呢我们又一起联机了很多局啊 粉丝们的花样整活是越来越多 又直接无限开关门把门移走的 这门口直接成空门啦 来去自如啊 这还有更离谱的啊 直接卡小里了 就被粉丝纯纯的大慈热家呀 门都挠破了还在这儿造游戏机给我升级 当然这局最离谱的啊 还是所有人淘汰之后都变成了天使 好家伙走两步就是一个又不往啊 太折磨人了吧 总的来说啊 这个联机模式 如果和朋友一起玩的话 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想想更多躺平发誉视频 不要忘记长按点赞哦 长按点赞过个万 下期更新不会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